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老师 脸书上的朋友都叫我刘宅男 今天我要花七分钟左右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个全新开幕的新商机 这个创新的商业模式 在2016年正式的来到台湾 它结合了互联网 加尖端的生物科技 再加快速的高收入 我预期接下来 它将会以雷霆万军的态势 横扫海峡两岸 以至于全世界 甚至让你辞掉原来的工作 在这里得到只有在梦中 才敢想象的财富 而且这财富将是来自世界各地 重点是 只要你有一只可以上网的手机 加上不要太懒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 是这个平台发出来的奖金 每天都会显示在你的手机上面 我把它截图下来 新奖金代表当日的收入 总奖金是加入这个平台以来的累积收入 请注意 这些数字都是美金 而且当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的时候 转换成台币是1比35的汇率 我从加入这个平台以来 第九天开始 每天的奖金都超过一万块台币 那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呢 是短短几个月 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 都和我一样 每天领一万块的新台币以上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赚到那么多钱呢 我来为大家分析以下的四个原因 第一呢 叫做以小波大 人人可为 经营这个事业呢 最低的门槛 只要投资3300块的新台币 这可以说是不算门槛的门槛 连大学生都可以参与了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瞧不起 这3300块钱 我在加入的第41天呢 奖金就超过一百万 第170天就超过一千万的新台币 那么相对于我过去的投资 我投资了几千万开店 做土地开发等等的 在这个平台的投资报酬率啊 真是比传统高太多了 自从我加入这个平台之后 我才深切的体会到 原来啊 投资大 不叫大生意 而是利润大 才叫做大事业呢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叫做跨境电商 全球一张网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都是互联网家的时代 举例来讲 互联网家零售业等于淘宝 等于某某购物 互联网家交通等于Uber 滴滴打车 互联网家饭店等于Agoda 互联网家旅游 等于义游网 等于西城网 可是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互联网铺天盖地的时代 我们却总是扮演了消费者的角色 可是现在呢 这家新加坡的公司 它叫做Magic Life 它请你来当创业伙伴 而不再只是消费者 所以因为这个理念呢 短短一年的时间 它席卷了全亚洲 还荣获东南亚最佳的商业模式创新奖 成就了数不清的百万富翁 这是互联网 所以你只需要一支呢 可以上网的手机 就可以人在台湾 赚尽全世界的财富 目前第一波开放的国家呢 有新加坡 马来西亚 海峡两岸 还有印尼 香港等等 紧接着还有印度 泰国 以及其他的欧美国家 所以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说啊 未来网际网路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花钱的人 一种是赚钱的人 可是在这里呢 却让我们成为第三种人 叫做赚大钱的人 因为互联网的特色 就是没有国界 几十亿人口的市场 让你不赚大钱都很困难 那么第三呢 是这个平台啊 有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低聚态 这个产品呢 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听过 效果全面 价格合理 利润很高 为你独卖 这些特色啊 以生意人的角度看来 叫做独门生意 台语讲 独门独气了 所以有句话说 商场如战场 如果你把做生意呢 当做打仗的话 那产品就是我们的武器了 今天 假如你想赚大钱 又不敢去卖军火的话 那就掌握这个核弹级的产品吧 这可是要让你赚身家 而不只是要赚零用钱的 第四个原因呢 叫做吓死人不偿命的超高奖金 这家公司呢 和我们合伙做生意 是用七三分账的方式 我们分销商拿七 公司呢 只拿三 重点是 竟然直接用营业额来分账 而不是用利润 很惊人吧 而且重点中的重点是 这么高的奖金 通通直接发给所有的 新进的分销商 你不需要辛苦爬街 也不需要慢慢等晋升 所以这种拨发超高奖金 并且往基层去砸的这种模式 在台湾是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所以只要是用心投入的朋友 保证你每天早上起床 打开手机都有惊喜 会让你有领钱 领到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所以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我用三句话来做结论 叫做产品很神奇 2017年 你的绝大部分的收入 就是来自这个平台 我是刘老师 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